1933年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德国军事顾问的指导下,按照德国的军事训练标准所改编和组建国民革命军,故对其统称为德谢师。 在松户会战爆发时,只有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,实现德式装备与编制,另有八十七师、八十八师、三十六师整编组建,这四个单位的部队当年俗称德谢师,就算是装备,人员不及整。 德谢师也是当时中国装备最好的师级部队了。 德制师单兵装备了制式头盔,主要是国造中正式步枪获得至1924年,是标准型毛色步枪,国造仿制捷克ZB26轻机枪,24师马克沁重机枪, 装备德制75毫米克鲁伯野炮,PAK36反坦克炮,以及88毫米高射炮,德谢师参加了整个松户会战,再经过了松户会战较大损失,南京保卫战之后,基本损失殆尽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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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